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此她却表示 关我什么事 那都是你自己要做的 我不懂她为何如此冷漠 直到有一天 我收到了她和我前任食指相扣的照片 她说 谢谢你 你挑选的男朋友不错 我很喜欢 我笑得真诚 不客气 祝你们长长久久 她不知道的是 她的噩梦要来了 突然被分手时 我整个人都是懵的 为了尊严 我故作洒脱地跟对方说了拜拜 但缓过神后 我整个人就像窒息了一般难受 我急需发泄 于是忍着眼泪给我的合租室友 兼闺妮林珊珊发消息 陆星与这个渣男跟我提分手了 林珊珊过了一会儿才回我 啊 为什么 她说不爱了 这个死渣男 我跟林珊珊是大学同学 毕业后迁进了同一家公司 这些年一直合租在一起 彼此是最亲密的朋友 所以我并未在意林珊珊的冷淡回复 我想她现在应该在打游戏 我回到家 林珊珊正坐在沙发上玩手机 我一看到她 满肚子委屈就忍不住了 我向她哭诉自己对辜负的感情和时间 痛骂陆星宇是个善变的人渣 我本以为她会跟我一起愤怒伤心 痛骂渣男 毕竟她分手时我看她哭 我比她哭得还惨 没想到她只是拍着我的肩膀道 不合适的人总会分开的 别太难过了 我愣愣地看着她 林珊珊接着道 要不然你离开这个城市吧 我说 什么 林珊珊道 分手之后离开伤心之地 这不是很正常吗 也有助于你早日放下 这怎么可能 我生气道 我在这里待得好好的 有朋友 有事业 怎么可能会因为那个渣男放弃这一切 林珊珊说 换个地方重新生活 说定会更好 我听得烦躁 却仍仍耐着 用开玩笑的口吻道 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 怎么感觉你好像很想让我走 正常朋友此时都会笑着安慰说 怎么可能想让你走之类的话 林珊珊却冷笑道 我只是好心地安慰你 你怎么那么敏感 我敏感 我咬牙 为了一个渣男离开自己生活工作多年的地方 正常人都不会给出这种建议吧 林珊珊放下手机 嫌气道 那不是你一直在那里哭 我才给你这个建议的吗 而且丁薇 我不是你的情绪垃圾桶 你分手没必要把情绪发泄在我身上 OK 我文言气的手都在发抖 当初你分手时 我寸步不离地陪在你身边 陪你一起哭 一起失眠熬夜 甚至还专门请了三天假 带你出门散心 现在我分手情绪不好 只是找你倾诉一下 就变成我拿你当情绪垃圾桶了 面对我的质问 林珊珊理所当然道 那些是你自己愿意做的 我难以置信地看着林珊珊 我跟林珊珊是大学同学 但并不在一个宿舍 整个大学期间也没说过几句话 大学时他总是一个人独来独往 看上去很高冷 较招后我们进入了同一家公司 然后又在一起合租 才慢慢地熟悉了起来 他说他性格冷漠 是因为原生家庭 说他父母对他怎么怎么不好 我听了很心疼他 所以平日里他有些行为 让我不舒服时 我也没跟他计较 我们做了那么多年的朋友 互相陪伴着留在这座城市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如此对我 直到两天后 我收到了朋友发给我的一张照片 照片里林珊珊和陆心语 食指相扣 我大脑一片空白 我不明白 当我在林珊珊面前 满脸泪水地诉说着 被断牙式分手时的痛苦时 他是抱着怎样一种心态 让我离开这座城市的 讥讽 嘲笑 还是幸灾乐祸 晚上回到家 林珊珊仍坐在沙发上打游戏 双脚伸在茶几上 旁边放着吃剩的泡面桶和苹果盒 夏天天热 旁边已经萦绕起了黑色小飞虫 失去了朋友这层身份后 我发现他真的很令我恶心 我冷声道 请注意公共地区的卫生 林珊珊抬头扫了我一眼 你什么时候搬出去 我收到那张照片时 立马就转发给了林珊珊 我本以为他会解释两句 但我发现我高看他了 他压根没回我 我冷笑道 凭什么是我搬走 林珊珊笑了笑 因为我想跟我男朋友住一起 我看着神态自若的林珊珊 不明白为什么有人 可以无耻到这种地步 我任何时候 都不会因为人渣放弃自己的权益 所以我既不会离开这座城市 也不会搬走 我看着林珊珊 该搬走的是你 这个房子离公司净装修新 价格又划算 附近再也找不到那么好的房子 我怎么可能让给他 林珊珊怂怂肩膀 那就看谁先忍不了吧 我冷笑一声 拿出手机拍了张照片 随后回了房间 等到晚上八点多的时候 公司人士对我发消息 说我又被投诉了 不过这次不是匿名投诉 而是实名投诉 投诉人是林珊珊 我跟林珊珊在同一家公司 去年我升了职 虽然不在同一个部门 但从职级上看 我算是林珊珊的领导 自从我升职后 她就总是跟我吐槽 她的领导是个傻叉 说她领导是运气好会交际 才当上领导的 她的领导我认识 是位很认真优秀的女性 我也知道 她是在暗戳戳地发泄 对我的嫉妒 暗逢我能升职 也只是因为运气好会交际 我当时并未和她计较 因为我觉得人有嫉妒心很正常 我偶尔也会嫉妒林珊珊 白皙的皮肤和不近视的眼睛 只是我升职后 隔三差五的就被匿名投诉 投诉的内容完全是无稽之谈 明显的就是恶意投诉 我一直都不知道 投诉我的人是谁 还以为是其他某个 跟我看不对眼的同事 没想到这人竟然是林珊珊 看来撕破脸后 她装都懒得再装了 再看以前那些投诉发出的时间 在林珊珊跟她前男友分手后 我彻夜地陪她的第二天 她竟然还忙里偷闲地投诉了我 然后第三天 我们俩一起出去捋了游 她还发了我们的合照到朋友圈 配文和我家大宝贝 说实话 有时候我挺配复这些表里不一的人的 她是怎么做到 在如此讨厌 急恨我的情况下 还跟我宝贝相称的 她不觉得恶心吗 第二天上班时 林珊珊的领导王爱玲 找到了我 她怎么这样 你们不是好朋友吗 手下带着这种人 好可怕呀 王爱玲一边跟我吐槽 一边做事揉胳膊上的鸡皮疙瘩 我勉强笑了笑 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这样 王爱玲看着我 你没事吧 看起来很憔悴 能不憔悴吗 同时被朋友和男友被刺 委屈无人诉说就算了 在家还怕被林珊珊听到 我哭得不敢大声哭 整个人都快要被憋死了 我现在就靠一口气强撑着 冷不丁地听到王爱玲的关心 眼眶憋不住就红了 王爱玲连忙道 怎么了 忍一忍 我知道你现在挺难受 但你别在公司哭啊 我连忙深吸一口气憋了回去 王爱玲笑道 下班后一起喝一杯 我点点头 我急需倾诉 两杯酒下毒后 便开始到豆子一般地 诉说我这段时间的经历 王爱玲一开始 听了目瞪口呆 随后咬牙切齿 跟我一起痛骂林珊珊和陆心语 到最后我都骂不动了 她还在骂 我看着她 她捂着胸口道 我气得胸口疼 我健壮眼泪流得更凶了 这才是我倾诉时想要对方有的反应 而在此之前 王爱玲跟我甚至算不上是朋友 只是在公司里会有交集的同事 王爱玲拉着我的手道 正常的 有同理心的人都会跟我有一样的反应 交到乱朋友 跟交到渣男对象一样恶心 这两件恶心的事还同时被你遇到 真是苦了你了 我苦笑道 是我自己眼瞎 别这样说 别人做坏事 你责怪自己干什么 王爱玲道 不过 你真不搬走吗 如果她带着你前男友回家 你不隔应吗 隔应啊 我咬牙道 但这房子 当初是我辛辛苦苦地找的 就这么搬走太窝囊了 该滚的是他们 而且好不容易两个人扎凑在一起 必须要让他们锁死 没过几天 林珊珊就带着陆新宇住进了我们的屋子 我下班回家打开门 发现鞋架上多了几双男士的鞋 转头一看 陆新宇在沙发上坐着 林珊珊头枕在她腿上 陆新宇不太敢指示我 很不自然地一直低头看手机 没想到分手还不到一个星期 我们就又见面了 我跟陆新宇的相识很奇特 我首先认识了陆新宇的妈 然后才认识了陆新宇 陆新宇的父母都是公务员 十分注重作风 家风很严谨 陆新宇在这种严肃的家庭环境下成长 骨子里很渴望刺激 所以她能在准备求婚的时候突然出轨 无缝衔接林珊珊 是的 在跟我分手之前 陆新宇正在准备向我求婚 被我不小心撞破了一次 所以后来她频繁地联系林珊珊时 我并没怎么在意 我还以为她是在找林珊珊 帮忙策划求婚惊喜 没想到是两人勾搭在了一起 林珊珊看到我 故意摇头晃脑地哼起了歌 然后对着陆新宇轻易地撒娇 陆新宇虽然不敢直视我 但嘴角一直含着笑 能明显地看出她的兴奋 林珊珊说她想吃螺蛳粉 陆新宇道 好 那咱们出去吃 林珊珊摇头 我不想出去 咱们点外卖吧 我想吃螺蛳粉 你帮我点 陆新宇文言忍不住瞄了眼我 因为我很讨厌这些气味重的食物 陆新宇道 螺蛳粉还是去店里吃吧 在屋子里吃不好散味 林珊珊也看了眼我 随后抱着陆新宇的腰撒娇乱蹭 非要点螺蛳粉外卖 陆新宇只好同意 看完了两人的作秀 我吃笑一声回到房间 没过多久 我就听到了外面两个人的争执 林珊珊道 为什么里面只加了炸蛋和鸭角 我要的猪蹄 香肠和肉丸呢 陆新宇哄道 下次点再加那些吧 一次加那么多料你又吃不完 林珊珊怒了 声音提高了不少 你管我吃不吃得完 我自己点都加那么多料 跟你在一起后还要委屈自己了 陆新宇又小声地说了句什么 林珊珊咬牙 连螺蛳粉的料都不舍得给我加 你根本就不爱我 我没忍住笑出了声 我太了解林珊珊和陆新宇了 所以我很肯定 他俩在一起绝对不会有好结果 林珊珊认为自己小时候在家被忽视虐待 长大后要好好地补偿自己 所以吃得用的都要最好的 即使月月光 也绝不委屈自己 而陆新宇虽然家庭条件不错 但他其实是一个很抠门的人 我跟他之前还因为这个吵过架 更重要的是 陆新宇不仅抠门 而且还没什么担当 虽然一直说想反抗父母 但他从小到大都在父母的庇护下长大 真遇到事了 根本撑不起来 而林珊珊本质上是个很缺爱的人 需要有人宠着他 保护他 很明显陆新宇做不到这一点 螺丝粉加料 这是只是个小小的缩影 两人内里的不和谐 才是真正的矛盾根源 但这个矛盾一时半会不会爆发 因为现在这两人正利力调油 好着呢 两人没吵几句就不吵了 我去卫生间时 两人还在客厅做着玩游戏 吃空的外卖盒子扔在桌上 整个屋子里都是螺丝粉味 我让他们把外卖盒收拾起来 放到门外 陆新宇起身想收拾 林珊珊却让他不要动 我说 你们这样会把沙发家具都熏上味道 林珊珊讥讽道 关你什么事 房子又不是你的 我们凭什么听你的 我说 房子虽然不是我的 但身为租客 理应爱护房子里的一切 林珊珊翻了个白眼 气 虚伪 不就有点胃吗 有什么的 我不收 你要受不了就自己收 我把录好视频的手机放进口袋 收起了桌子上的外卖盒 扔到门外 林珊珊见状很得意 你非要赖在这里有什么意思 西宇说 当初要不是他妈强迫他跟你谈恋爱 他根本不会跟你在一起 我闻言看向陆新宇 陆新宇躲闪着我的目光 我想起来 当初陆新宇追我时 给我写的那些情书我还没扔 每天一封 他整整给我写了九十九封 我懒得拆穿它 所以并未说话 陆新宇却皱起了眉头 对林珊珊道 你说这些干什么 林珊珊扬眉 怎么 这不能说吗 陆新宇没再多说什么 而是起身回了房间 林珊珊也站起身 走到我身旁道 看到我俩闹矛盾 你生之很开心 你想多了 你们俩怎么样管我屁事 林珊珊看着我冷笑道 我最讨厌你这副总是高高在上的模样 仿佛只有你最高贵 别人都是垃圾 其实你心里一直看不起我 却还跟我装着姐妹情深 你真是我见过的 最虚伪 最恶心的人 我不解的看着她 我什么时候看不起你了 啊 还装 你口口声声地说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 生之请客却不让我去 不就是嫌弃我直击比你低吗 你在公司从不主动跟我说话 每当有工作需要交接的时候 你也总是挑三拣四地 故意找茬 你以为我都不知道 林珊珊顿了顿 又阴狠道 还有上次陈慧娟过来 你偷偷地给她钱了吧 我跟你说过 陈慧娟是我这辈子最恨的人 你给她钱是什么意思 生之请客没让她去 是因为那次请客去的 都是我们部门的人 她一个外部门的人去不合适 在公司不主动跟她说话 我记得只有一次 当时我在跟公司高层说一个项目 她走过来打招呼 我没来得及回应她 至于工作交接时 挑三拣四 她应该庆幸跟她交接的是我手下的人 这才没跟她计较那错误百出的方案 而那个陈慧娟 是她亲妈 我有天下班后回家 看到陈慧娟坐在门口 手里拎这个塑料袋 里面装着烧饼和塑料水壶 陈慧娟说 她是来城里看病的 顺便想看看女儿 但林珊珊不愿意见她 陈慧娟问我 能不能帮忙把林珊珊叫出来 他们母女的恩怨我不便插手 就说不方便 陈慧娟一副快哭的模样 又说她来的路上把钱弄丢了 不会线上买车票 问我能不能借她些钱 我就给她掏了两百块钱 当然这笔钱 后来并没有人还我 我看着面前咬牙切齿的林珊珊 忽然明白了一句话 不要陷入自正的陷阱 讨厌你的人 总能找到理由讨厌你 林珊珊和陆心语 在夜里自然不会消停 倒不如说 他们住在这里的目的就是为此 我戴着耳塞 都阻挡不了他们的动静 不得不说 这确实恶心到我了 不疑会有人非常大力且急促地拍门 仿佛带着十足的怒火 我打开门 拍门的人一愣 似乎没料到那么快就有人开门 拍门的人是个大妈 门打开后声音更清晰了 我跟大妈面面相去 大妈看到我耳朵上的耳塞 很快地就明白了状况 随后走进屋 来到他俩的房间门前怒到 大半夜的 杀猪呢 我家住楼上都能被吵醒 你们是故意了名的吧 再这样我报警了 屋里瞬间没了动静 大妈吐了口气对我道 他们以后要还这样就跟房东说 你们的房东我认识 我帮你说话 我点点头 当初这个房子是我找的 这么多年来跟房东也算熟悉 我跟房东说明了情况 并把拍的视频发给他 租房时的合同是跟我和林珊珊 两人一起签的 现在租约还剩下一个月 我对房东说 希望他等租约到期后 把房子只租给我一个人 房东同意了 房子的是搞定了 公司的事还没完 林珊珊对我的投诉 虽然没被采纳 但在升职初期 还是对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这使我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早就暗下决心 如果让我知道这个一直投诉的人是谁 我绝不会轻易地放过他 林珊珊之前不是说我用职权质变欺负人吗 我这就让她看看 什么才是真正的欺负人 林珊珊平日里的工作需要 跟我们部门的人交接 负责跟她交接的人名叫小周 本来是个性格十分温柔的姑娘 但一到跟林珊珊交接时 就十分暴躁 我对小周说 林珊珊在给你交东西的时候 发现一个错误就打回去一次 切记 一个错误 一个错误地让她改 所有的东西都改完了 就说无法实现 让她再交一版新的 小周嘴巴张成了O型 有什么问题吗 可是这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进度 没关系 有什么问题我担着 你按我说做就行 小周立即双眼放光 开朗道 放心吧老大 保证完成任务 没过多久 小周就跟林珊珊在办公室吵起来了 看到我过去 林珊珊立马就把矛头对准了我 定薇 你对我怀恨在心 故意针对我是吧 怎么 你自己作风有问题 还不让别人投诉了 见我一直不理她 林珊珊仰着下巴笑道 心虚了 不敢说话了 我笑了笑 跟你有什么好说的 我的直接对话人 应该是你的领导王爱玲 而不是你 你之前有句话说的挺对的 我确实看不起你 林珊珊文言 气得脸都红了 指着我的鼻子一顿输出 她部门的人听到动静 没一个人来劝她的 最终还是王爱玲过来 说了她两句 她才消停下来 王爱玲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看你平日里挺好说话的 做起事来还挺阴 我哪里阴了 她投诉我那么多次 我这是光明正大的针对她 王爱玲无奈道 行 不过你老在这卡着 对我也有影响 那你就换个人来交接 我看着王爱玲 趁早把她优化掉了吧 没什么能力 又整天搞事 留着干嘛 王爱玲叹了口气 哪能那么容易优化 辞退要赔钱的 所以我这不是来帮你了吗 我这边卡着她 你每天过去骂她几句 过不了几天 她就该自己辞职了 王爱玲愣了愣 随后笑道 行 林珊珊梅 坚持两天就辞职了 她这种性格的人 最受不了别人羞辱她 因为辞职没了工作 她索性晚上不睡觉 弄出很大噪声来吵我 这时距离房租合约到期 还有十天 我本来想出去找个旅馆住 王爱玲却说她家有空房间 让我去她家住 我去了王爱玲家 发现王爱玲住的地方 竟然跟陆新宇家 在同一个小区 这是什么宿命般的孽缘 我去王爱玲家的第一天 就在小区碰到了陆新宇的妈妈 陆妈妈看着我疑惑道 小薇 你怎么在这 新宇不是说她去找你了吗 我笑了笑 阿姨 陆新宇没跟您说 我们已经分手了吗 我们快分手一个月了 陆妈妈立即变了脸色 分手 是不是新宇什么地方没做好 惹你生气了 小薇 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回头我替你揍她 不用了 阿姨 陆新宇已经有了新的女朋友 估计很快就能带回来见您了 陆妈妈愣愣地看着我 新女朋友 我点点头 随后跟她告别离开 两天后我再次碰到了陆妈妈 她身边还跟着陆新宇 她非要我们两个再聊聊 我拗不过她 只好答应跟陆新宇聊聊 我们两个坐在小区的长椅上 陆妈妈在不远处看着 长久的沉默后 陆新宇突然开口道 对不起 嗯 陆新宇又道 我其实不是讨厌你 我只是想反抗我妈 跟林珊珊在一起 让我觉得很刺激 是我从没体验过的感受 哦 陆新宇道 你是不是很不想理我 我说 你觉着呢 好歹我们也在一起了三年 即便分开了 我觉得咱们也可以当朋友 而不是变成敌人 我妈很喜欢你 你以后也可以常来我家玩 我呵呵一笑 陆新宇顿了顿又道 丁薇 如果我说我现在后悔了 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我文言愣了又愣 忍了又忍 最终还是没忍住骂的 你妈把你养那么大 不是让你出来恶心人的 滚圆点你个臭傻逼 租月到期那天 我回到租的房子 林珊珊嘲讽地看着我 终于想清楚要搬走了 我说你工作都没了 为什么还要执着于这个房子 林珊珊冷笑 为了不让你好受 我吃笑了一声 懒得再理她 过了会房东来了 当听到房东说 要跟我单独签合同时 林珊珊惊怒道 凭什么 房东说 凭房子是我的 我想租给谁就租给谁 林珊珊的脸色 瞬间变得十分难看 她对房东道 把房子租给我 我多加租金 房东看着她嫌弃道 你家多少钱也不租给你 我的房子只租给爱惜她的人 林珊珊道 我也会很爱惜房子的 不信 房东把我拍的林珊珊 在屋里吃螺丝粉 还不收拾垃圾的视频给她看 她咬牙对我吼道 你偷拍我 我耸肩道 我明明是光明正大的拍的 林珊珊气得蹊跷生烟 却也无可奈何 房东限她两天内 把东西收拾好搬出去 她搬家的那天 陆新宇也来了 搭拉着一张脸 看样子很不情愿 林珊珊的东西很多 他们叫的搬家公司上门收拾 因为公共区域也有我的东西 所以他们收拾时 我在一旁盯着 林珊珊一直在说 注意起了要怎么怎么样 她说要陆新宇负责做饭 她负责洗衣服 两人每天吃完晚饭后 要一起出去散步等等 一边说还一边偷描我的反应 我没反应 我只是注意着 搬家师傅 别错拿了我的东西 陆新宇的回应也很敷衍 林珊珊有些生气 但并没有发作出来 而是走到我身边道 我们要结婚了 你来不来 不用你随份的钱 我看向他 林珊珊摸了摸肚子 我怀孕了 我有些讶异 那么快 还要谢谢你 替我选的这个好对象 家是好 人听好 长得也帅 我当然要赶紧把握住 我扯了扯嘴角 不客气 她冷笑道 你表面装得淡定 其实内心已经气死了吧 若说我现在一点情绪波动 都没有是不可能的 只是我现在的心情很复杂 复杂到一言难尽 我看着面前的林珊珊真诚道 你俩结婚挺好的 真的 祝你们长长久久 她翻了个白眼 骂了我句虚伪后 就不再理我了 搬家师傅把东西收拾好过后 跟陆新宇确认地址 我文言胡疑地 看向陆新宇 因为陆新宇的婚房 并不在这个地址 林珊珊说 两人要结婚 她现在还怀了孕 于情于理 林珊珊都应该搬进陆新宇家住 陆新宇跟师傅确定了地址 林珊珊估计是觉得有些丢面子 故意解释道 我们的新家刚装修 还有甲醛 所以先租个房子 过渡一段时间 她在骗人 她的房子两年前就装修好了 我毫不犹豫地 拆穿了陆新宇的谎言 这个渣男估计是不想负责 所以才不让林珊珊住进她家 你别想挑拨离间 我们从庄都不行吗 林珊珊冷笑 我无语道 她螺丝粉里 猪蹄都不舍得给你家 舍得把刚装修了的房子 砸烂从庄 林珊珊仍嘴硬 关你屁事 你就是在嫉妒我们的幸福 我没再理她 而是看向一旁的陆新宇 她此时紧皱着眉头 一副很不耐烦的模样 催促着林珊珊赶紧走 公司和家里都没了林珊珊的身影 我的世界变得十分清静 只是两个月后的某一天 我下班回家 看到门口坐着一个人 我吓了一跳 定睛一看 发现是陈慧娟 我上次见陈慧娟 已经是一年前的事了 她这次仍是一年前那身打扮 衣着朴素 不同的是 这次她手里拎着两个塑料袋 一个里面装着烧饼和水壶 另一个里面是一兜子苹果 陈慧娟看到我 连忙站起身笑道 姑娘 你回来了 我点点头 陈慧娟从兜里 掏出两百块钱对我道 一直没机会进城 上次谢谢你了 钱还给你 还有这是我刚买的苹果 很新鲜 你拿去吃 我连忙推辞 陈慧娟道 我没什么好东西送给你 你别嫌弃 我只好接下 又邀请陈慧娟进屋协会 陈慧娟道 不了 珊珊还等着我回去做饭呢 陈慧娟说完转身 缓慢地走了两步 又回头哽咽道 姑娘 你说 珊珊该怎么办啊 果然不出我所料 陈慧娟这个渣男 并不想负责 他给林珊珊租了个房子住 却迟迟地不提结婚的事 还一直让林珊珊把孩子打掉 林珊珊不愿意 两人就总是吵架 陈慧娟还用特别脏的词汇辱骂他 林珊珊现在没了工作 又怀着孕 只好让陈慧娟过来照顾他 陈慧娟一个农村妇女 遇到这种情况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只能为女儿日日伤心痛哭 我看着面前神色苍黄 头发花白的陈慧娟 叹了一口气道 你带她把孩子打吧 陈慧娟苦笑道 我带她去过医院 医生说她身体很差 要是这个孩子没了 以后就很难怀上了 我说 怎么会 林珊珊身体 不是一直挺好的吗 有没有换其他医院看看 陈慧娟文言顿了顿 突然哭了出来 她那个男朋友 不想要这个孩子 偷偷地在网上 不知道买了什么 要给珊珊吃 孩子没留掉 却害坏了珊珊的身子 我震惊到 陆心语这个畜生 她这是在犯罪 你们可以去告她 陈慧娟道 她是孩子的父亲 怎么能告她 我深吸一口气 如果林珊珊就想跟陆心语结婚的话 我可以给你们出个主意 陈慧娟道 能结婚肯定最好 他们家是城里人又有钱 本来就是我们高攀 而且能结婚的话 孩子的事也不用担心了 我点头 你去找陆心语的爸妈 告诉他们 如果陆心语不娶林珊珊 你就去举报她 生活作风有问题 陆心语和她爸妈都是公务员 他们很害怕这个 她爸妈也不会对这是置之不理 陈慧娟道 我去哪儿找她爸妈 我给了陈慧娟一个地址 然后道 如果他们不愿意 你就带着林珊珊 去他们单位举报 闹得个鱼死网破 不能让那个渣男好过 陈慧娟点点头 我想了想又接着道 如果还不行 你就再来找我 我帮你在网上曝光 肯定不能放过那个死人渣 陈慧娟文言点点头 拉着我的手道 姑娘 虽然珊珊一直说是你对不起她 但我了解我的女儿 知道肯定是她做了什么事 才让你们决裂 她那样对你 你还能这样帮我们 真的很感谢你 想起林珊珊 我勉强扯了扯嘴角 不用谢 我没有想帮她的意思 我只是 看不得任何一个人扎过得舒服 没过多久 我就刷到了林珊珊结婚的朋友圈 朋友圈的配图 几乎都是她的单人照 唯一一张双人合照里 陆心语还只有个侧脸 林珊珊发完朋友圈后不久 我刷到了陆妈妈的朋友圈 文案只有四个字 心停气和 配图是一朵荷花 我给她点了个赞 跟陆心语分手后 我把全部心思都扑到了工作上 成功地从小领导 升到了管理层 后来又碰到了温厚且幽默的线人 日子过得风生水起 有一天下班后 我在公司楼下看到了林珊珊 不过两年没见 她的样子变得我几乎没认出来 她眼神疲惫 身形消瘦 那令我极度的好皮肤 如今也变得粗糙泛黄 整个人仿佛老了十岁 她说 丁薇 我们聊聊 我们坐在咖啡厅里 林珊珊说出了她此行的目的 她想让我帮她那推个岗位 其他公司的岗位也行 你做这行业那么多年了 人脉应该很广 就帮帮我吧 她说着眼眶逐渐的湿润 丁薇 之前说我不对 我知道错了 也遭到报应了 我现在过得很不好 公公婆婆都不待见我 陆薇 与刚结婚没多久 就出轨了 她哽咽道 我实在受不了了 你帮帮我吧 我看着林珊珊 摇了摇头 我不帮她 不是因为我还记恨她 是因为她的工作能力 实在没资格拿那推 以前她年轻能干活 即便能力不强 公司也愿意招她 但现在她已婚已育 又没什么能力 哪个公司愿意要呢 我跟林珊珊 如实地说了原因 林珊珊文言看了我一会 突然冷笑一声 我没能力 丁薇 几年过去了 你还是瞧不起我 你等着 迟早有一天 我要让你 给我提鞋都不配 她说完愤然地离去 我看着她的背影 无奈地笑了笑 看来她遭遇的这一切 并没有让她清醒 不过没关系 生活会无情地垂打 每一个自傲 且盲目的人 再次得知 林珊珊的消息 已经是半年后了 那天我去王爱玲家找她玩 王爱玲在楼下接我 刚一见面 她就一脸神秘道 我有一个巨大的瓜要跟你说 我问是什么 王爱玲凑到我耳边小声道 林珊珊进去了 我说 进哪儿去了 还能哪儿 橘子 听说她搞电信诈骗 骗了好多钱 我愣在原地 正想说些什么 看到对面迎面走来了一个人 手中还推着轮椅 那人正是我许久没见的陆新宇 而轮椅里坐着的人是陆妈妈 陆新宇胖了许多 精神状态看上去却不太好 她看到我跟王爱玲后 下意识地就想掉头 陆妈妈却不住地拍着轮椅 陆新宇无奈 只好推着轮椅朝我们走来 我们简单地打了个招呼 我问陆新宇陆妈妈这是怎么了 陆新宇说 中风了 陆妈妈此时口外眼邪 话都说不太清楚 只是拉着我的手不松 她看到我手上的婚戒后 竟然掉了眼泪 陆新宇见状 忙跟我们告别离开 待两人走远后 王爱玲才迫不及带倒 陆新宇他们家 现在在我们小区可出名了 这个瓜好长一串 你听我慢慢地跟你说 林珊珊在陆家过得不舒坦 便想出去找个工作 可工资高体面的工作 她去不了 工资低普通的工作 她又不愿做 后来她不知通过神妖路子 去做了电信诈骗 一开始 林珊珊确实赚了不少钱 让她在陆家都扬眉吐气了 可好景不长 她做了不到半年 就被抓住了 得知林珊珊做的事后 陆家父母很生气 立即让陆新宇跟林珊珊离婚 陆新宇也早就想离婚 所以林珊珊被传唤的第二天 陆新宇就拟定好了离婚协议书 还要求林珊珊净身出户 陆新宇的这番举动惹怒了 林珊珊和她的母亲陈慧娟 两人去陆新宇的单位大闹了一番 林珊珊举报陆新宇婚内出轨 举报陆新宇的父亲陆百堂 收受贿赂 举报陆新宇的母亲肖若斌 利用职权之便以权谋私等等 把陆新宇一家都拉下了水 即便后来查清林珊珊 对陆新宇父母的举报 都是无中生有 但还是对他们的名声 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虽然对陆家父母的举报不实 但林珊珊对陆新宇的举报 却证据确凿 单位考虑到影响不好 便开除了陆新宇 陆妈妈一气之下 患上了中风 而陆新宇没了工作 离了婚 每天就在家里照顾生病的母亲 和年幼的儿子 原本令人艳羡的一家变成了这样 小区里的人都在感叹命运无常 王爱玲说完也唏嘘了一番对我道 我看着陆家的风水不行 幸好你当初及时的跟陆新宇分了 我笑着点了点头 有时想想 我还挺感谢林珊珊的 要不是她 说不定我现在已经跟陆新宇 这个出轨官饭结婚了 所以说赛翁失马 胭脂非腐 有时候上天让你遭受一些苦难 说不定是在救你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贤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拜拜 感谢您的观看